环球财经趣闻,带你开心看世界,轻松学财经 1896年6月,美国商界三巨头坐在会议室里愁眉紧锁 他们分别是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 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和金融巨头约翰·摩根 定胜是其三人的资产之和 比现在世界排名前十的富豪财富之和还多 什么是能让他们如此焦虑呢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 一群智慧与胆识兼备的年轻人强占先机 用30年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富豪们的商业战搞得美国有点民不聊生 在卡内基的资产总值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1%时 超过90%的美国人每月收入不到100美元 每11名炼钢工人中就有一名在工作中死亡 于是在总统大选前夕 发誓要为了穷人的利益与精英结层抗争到底的威廉·布莱恩 在选民中呼声极高 这可吓坏了一洛克菲勒 卡内基和摩根为首的大亨联盟 他们决定停止内斗一致对外 于是就发生了故事开始时的场景 最终三人决定动用一切资源 收买一位属于他们的总统 代表大财团利益的买金来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 资本就是王权 据说洛克菲勒 卡内基和摩根每人给了卖金来二十万美元 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万美元 最终卖金来的竞选经费是布莱恩的五倍 布莱恩也不甘示弱 他发表了五百多次公开演讲 煽动被压迫者的情绪 许诺穷人光明的未来 大亨团队随时回击 布莱恩说要拆掉工厂 拥有数家钢铁厂的卡内基 就散布消息 威胁工人们 没了工厂 他们都会失业 布莱恩说要摧毁垄断企业 垄断权每百分之九十石油 供应的洛克菲勒就买通媒体 讽刺布莱恩说大话 在那个时代 影响人们的思维还很容易 不用费劲去偷Facebook的用户数据 砸钱买通当时规模还很小的媒体市场就好 虽然大亨们使出浑身解数 但布莱恩的呼声依旧很棒 选举局势一直胶着 这是一场华尔街巨头对阵平民百姓富人 对阵穷人的无声战役 投票当天 布洛克菲勒卡内基和摩根坐立不安 他们不知道二十小时后 美国是否还是他们的美国 最终买进来当选总统 三人松了口气 他们可以继续死无忌惮地捞金 而成立不久的选举联盟也瞬间瓦解 大亨们转身又投入了 你死我活的商业战中 准备 你死我活的商业 桃子 拥撤 你死我活的 проблема 这边是这么高的 这么久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